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国文一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在上一个讲次里 我们研习的《严士教育免学篇》的课文 说到每一个人活在世上 在世隆工章的行业当中 都应该找一项行业去尽心经历 但理论是这么说 事实上 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真的都在世隆工商的行业中 各自找到一项行业去尽心尽力吗 现在我们从这个地方继续说下去 多见世代夫此色隆商修物工具 设计不能穿杂 比则才记姓名 报时醉酒 夫妇无事 以此消日 以此中年 或因家世一序 得一阶半吉 便为为主 安能自苦 多见世代夫此色荣商 修物工具 多见世代夫此色荣商 我常常看到当今身为世代夫的人 总认为去涉类农业 商业的事物是可耻的 修物工具 去从事工匠演艺人员的行业也是丢脸的 设计不能穿杂 比则才记姓名 设计不能穿杂 这个杂志解释为铠甲上的叶片 设计不能穿杂 可是让他们去射箭 既不能够射穿铠甲上的叶片 比则才记姓名 让他们来书写文章 才只会书写自己的姓名而已 饱食醉酒 呼呼无事 饱食醉酒 因此他们每天吃饱饭 喝醉酒以后 呼呼无事 呼呼是形容迷迷糊糊的样子 呼呼无事 多半迷迷糊糊 没什么事可做 以此消日 以此终年 以此消日 这个消日是消磨时光 以此消日 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消磨时光 以此终年 用这种方式过完一辈子 或因家世遗序得一接半疾 或因家世遗序 这个家世是指家庭背景 续字解释为事业 遗序本来的解释应该是遗留下来的事业 但在这里要解释为祖先所遗留下来的美德必应 所以或因家世遗序的意思是 在这些世代附中 有的人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 受到前代祖先所遗留下来的美德必应 得一接半疾 能够侥幸地获得一官半职 便未为足 安能自苦 便未为足 他们就自认为很满足了安能自苦 像这样又哪里能够劳苦自己去好好读书 去追求丧金呢 即有吉凶大事 议论得失 蒙然张口 如坐银雾 公施厌吉 谈顾护施 舍墨低头 欠身而宜 有事旁观 待其入地 何其数年勤学 长寿一身溃入灾 即有吉凶大事 议论得失 即有吉凶大事 等到有一天 有一些吉凶祸福的重大事情 发生了议论得失 假如你把这些侥幸得到官职的世代夫 找来参与讨论 请他们对重大事情的发生 提出利弊得失的评估 蒙然张口 如坐银雾 蒙然张口 这个蒙然呢 是迷迷糊糊的样子 蒙然张口 他们也只是 迷迷糊糊的张大嘴巴 如坐银雾 像坐在满天淫雾当中 连东西南北的方向都还搞不清楚呢 公司宴吉 谈古护诗 公司宴吉 就算在官方 或是诗人的参宴聚会中 谈古护诗 大伙儿在一起谈古论经 创作诗文的时候 色莫低头 欠生而已 色莫低头 这个色字呢 是指语色 也就是开不了口 色莫低头 他们也只是呢 开不了口 保持着沉默 或是姜头垂得滴滴的 欠生而已 这个欠生呢 是打哈欠 伸懒腰 欠生而已 或是不断地打哈欠 伸懒腰而已 有是旁观带起陆地 有是是指有知识的人 陆地在形容一个人 内心感觉非常的羞愧 如果现场有地洞可以钻 宁可让自己钻到地洞里躲起来 也不愿意出来丢人现眼 又是旁观带起陆地 他们这些丢人现眼的行为 让有知识的人在旁边看了 都要替他们感觉羞愧 如果现场有地洞可以钻 他们宁可让自己钻到地洞里躲起来 也不愿意出来丢人现眼 何其数年勤学 长受一身费入灾 何其数年勤学 这些世代夫为何这样没有智慧 竟然舍不得花几年的时间 去认真的学习 长受一身费入灾 而要让自己这一辈子 长久地受到羞辱和污辱呢 梁朝全盛之时 贵有子弟多五学术 志宜燕云 上车不落则著作 体中何如则秘书 无步薰衣梯面 护粉诗珠 驾长颜车 跟高齿鸡 坐骑子方路 平班师云郎 列七万余左右 充容出路 望若神仙 明经求地 则固人达策 三舅公宴 则夹受护施 当耳之时 亦快是也 梁朝全盛之时 贵有子弟多五学术 梁朝全盛之时 在梁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年代 贵有子弟多五学术 贵有子弟 是指王公士主的家庭中 还没有出来当官 仍然在学校里学习的子弟 贵有子弟多五学术 那些王公士主的家庭中 还没有出来当官 仍然在学校里学习的子弟 多不好好的学习 因此多半没有学到什么知识 常常被世人讥笑 质疑燕云 上车不落 则著作 体中何如 则秘书 质疑燕云 甚至在民间的俗语中 还有人这样讽刺他们说 上车不落 则著作 这些贵族家的孩子 不好好读书 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到了四五岁 他们上得了马车 能够安安稳稳地坐在车上 不会给摔了下来 朝廷就会给他们 冠家著作人的封号 体中何如 则秘书 一旦到了八岁入小学 懂得写信向人问候说 您最近的身体状况如何啊 朝廷就会给他们加封 秘书郎的爵位 无不薰衣踢面 护粉失诸 无不薰衣踢面 就因为这样 这些贵族家的孩子 每天都把自己的衣服 熏得香喷喷的 把自己的脸孔 踢得亮光光的 护粉失诸 并且还在脸上 铺上白粉 添加红色的彩妆 驾长延车 跟高齿机 驾长延车 这个延字呢 是指车员 也就是在马匹的左右 用来衔接车厢的 两根长条形木头 驾长延车 然后乘坐着 长车员的马车 跟高齿机 脚踩着高跟的木机 坐骑子方路 平班式营囊 累七万亿左右 坐骑子方路 这个路字呢 就是垫字 坐骑子方路 人坐在有骑子图案的 方形垫字上 平班式营囊 这个平字呢 解释为倚靠 班式就是班式部 也称为班部 是用各种颜色 揽成的木棉布 营囊是功能倚靠的 裸卵带子 那是我们今天 所使用的靠枕 所以平班式营囊的意思是 身体依靠在用各种颜色揽成的 木棉布靠枕上 裸七万亿左右 这个七万呢 是供完赏用的器具 裸七万亿左右 在他车子座位的左右两边 还排列着许多 可以供他玩赏的器具 冲农出路 望若神仙 冲农出路就这样 他们每天神情非常悠闲地 进进出出 望若神仙 从外表看起来 好像天上的神仙 来到人间 那样的飘逸不熟 各位同学 刚才我们说 在梁朝国历最为强盛的年代 有一些王公士主的家庭中 还没有出来当官 仍然在学校里学习的子弟 多不好好的学习 成天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 神情非常悠闲地四处游玩 但他们只是独来独亡 不和外界做交际应酬吗 那当然不是 他们还是要和外面世界 互游往来的 可是他们不好好的学习 除了吃喝玩乐以外 也没有什么本事 到底他们要如何应对 和外面的交际应酬呢 我们看下去 明经求弟则固人达策 明经求弟 可是当他们参加明经科的考试 要去求取公民等地的时候 则固人达策 这个固制做雇用解释 则固人达策 就会雇用别人 替他们去应答策释 三九公宴则假所护施 三九公宴 这个三九是指三公九卿 公宴是公卿高官或官府的宴会 三九公宴的意思是 在三公九卿都参加的官府宴会上 这假手护施 这个假手呢 是借用别人 这假手护施 就会借用别人的创作 来铺成诗文 当而之时 当而之时 当他们身处在这个时候 以快事也 快事解释为豪爽的读书人 以快事也 乍看起来 也都好像是非常豪爽的读书人了 即迷乱之后 朝事迁阁 权衡选举 恢复狼者之亲 当路秉权 不见洗死之党 求诸生而无所得 诗之士而无所用 披荷而上诸 撕皮而肉质 勿若枯木 薄若穷流 怒赌龙马之间 转使勾祸之际 当而之时 称奴才也 即离乱之后 朝事迁阁 即离乱之后 等到国家发生动乱 人民遭受 妻离止善的痛苦以后 朝事迁阁 朝事就是朝廷 迁阁是变迁更换 朝事迁阁 整个国家也改朝换代了 权衡选举 恢复狼者之亲 权衡选举 这个权衡 原本解释为 平良人才 选举 原本解释为 选拔 举用人才 但在这里 权衡选举的意思是 身在 平良人才的职位 负责 选拔 举用人才的官员 恢复狼者之亲 这个狼者解释为过去 恢复狼者之亲 不再像过去一样 是自己的亲戚 当路丙权 不见习死之党 当路丙权 这个当路是位居重要的官职 当路丙权 位居重要官职 掌握行政大权的人 不见习死之党 再也看不到 从前的好朋友 求诸生而无所得 失之事而无所用 求诸生而无所得 这时候 要从自己身上 找出可以应用的 知识技能 不但找不到 失之事而无所用 就是平日自己 吃喝玩乐的经验 也不被世人所采用 批合而上诸 失皮而肉质 批合而上诸 批合是穿着 初步制成的短棉袄 只能过着贫苦的生活 批合而上诸 因而他们在丢失珠宝以后 只能够穿着 初步制成的短棉袄 过起贫苦的生活 失皮而肉质 他们就像飞禽走兽 失去了皮毛的保护 露出内在的本质 物落枯木 薄落穷流 物落枯木 因此 他们变得呆呆傻傻的 整天静止的如同一颗 干枯的树木 薄落穷流 这个脖子跟深浅后脖的脖子 相通 意思是浅薄 穷流是干涸的河流 薄落穷流 他们的生活不再多采多枝 而是枯燥浅薄的 好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入堵龙马之间 转死勾祸之际 入堵龙马之间 入堵就是落魄 是指能失去了依靠 颠沛流离 孤独的样子 龙马就是战乱 入堵龙马之间 所以他们在战乱当中 失去的依靠 只能够颠沛流离 孤独的生活 转死勾祸之际 转死勾祸是指人死亡 而被弃失在水沟溪谷 转死勾祸之际 甚至死亡 而被人弃失在水沟溪谷里 当耳之时 称奴才也 当耳之时 当他们身处在这个时候 称奴才也 这个奴才是指能力平庸 低劣的人 称奴才也 实在是一个能力平庸 低劣的人了 有学义者触地而安 自慌乱以来 诸见葫芦 虽百事小人 知读伦于孝经者 尚为人师 虽千载官眠 不孝书记者 莫不耕田养马 以此官知 安可不治免也 若能长保数百眷书 千载中不为小人也 有学义者触地而安 自慌乱以来 有学义者触地而安 人如果拥有学士和记忆 他不论到哪一个地方 都能够随遇而安 自慌乱以来 慌乱就是年方事乱 也就是时局动乱 而造成年岁疾荒 以来就是以后 自慌乱以来 自从时局动乱 而造成年岁疾荒以后 诸见葫芦 所以百事小人 诸见葫芦 这个见字解释为被 诸见葫芦 在众多被葫芦的人群里 所以百事小人 百事是世世代代 小人是指平民百姓 所以百事小人 有一些人 即使是世世代代 都当平民百姓 知读如于孝经者 尚伟人师 知读如于孝经者 假如他们平时 能够好好的学习 读过如意孝经 懂得书中道理的 尚伟人师 至少还有知识 能够教教学生 当起别人的老师 所以千载官眠 不孝书记者 莫不耕田羊麻 所以千载官眠 千载就是千年 占形容年岁久远 官眠是指官换世家 所以千载官眠 有些人的出身 虽然长久以来 都是官换世家 不孝书记者 书记是指文章典籍 不孝书记者 假如他们平时 没有好好学习 以至于不能够 通晓文章典籍的 莫不耕田羊麻 没有不去耕种田地 牧羊马匹 经由很辛苦的体力付出 才能够求得 医时的温饱 以此官知 安可不至民也 以此官知 由这个现象来看 安可不至民也 身处在这个 变化无常的时代 你们又哪里 可以不对自己 多加勉励 多致警惕呢 若能长保数百卷书 千载中不为小人也 若能长保数百卷书 倘若你们能够让自己的心中 经常保有几百卷的图书 并且时常加以温习 千载中不为小人也 即使再过一千年 也终究不会成为 需要依靠体力去劳累工作 才能够取得 医时温饱的寻常百姓呢 各位同学 刚才言之推 所以勉励儿孙说 若能长保数百卷书 千载中不为小人也 那是他看到时局的动乱 年岁的饥荒 以及许多人流理失所 但那些拥有学识和记忆的人 却能够随遇而安 不像平日不好好学习的世家子弟 只能去耕种田地牧养马匹 经有很辛苦的体力付出 才能够求得医时的温饱 所以他也担心儿孙不上进 将来会吃苦受罪 现在老师为本篇文章 做一个平息 从报纸上 偶然看到这么一则新闻报道 有位母亲因为担心女儿不够用功 将来会吃苦受罪 交集地在台北捷印的中正纪念堂站 向就读国中的女儿当众下跪 要求她要好好读书 这则新闻报导给了我很深的感触 今天老师也谈谈自己的求学经验 来和同学们相互敏离 由于年少时候 父亲就过世了 家庭经济非常困窘 我德大哥在高中一年级 就扛起了家里大半部分的经济重任 让我们兄弟六人得以顺利成长 但随着时间的过去 众兄弟除了衣食的温饱以外 还要上学读书 而上学读书是要缴学费的 因此家里的经济担子 越来越沉重 大哥也设法去兼差 开始在每天清晨四五点钟 就起床 当起的送报生 我们都劝他别太辛苦 他却潇洒地回答 不苦 不苦 我是送报兼运动 欲己两得 上大学时 我念私立学校 要叫很多很多的学会 杂会 每学期注册开学前 总要跟大哥拿一大笔钱上台北 我知道 这些钱是大哥每天早晨 踩着脚踏车 挨家挨户去送报纸的辛苦所得 因此 每学期开学注册 要上台北以前 我都把必要的开销 列出清单 然后逐一向大哥说明 为何需要这笔钱 这一个数目 有一次 大哥笑着跟我说 以后不用写得这么详细 你只要跟大哥说总数多少 大哥就会设法整备好 我相信 你去台北读书 一定会好好用功 就因为大哥说过 我相信 你去台北读书 一定会好好用功 我的大学生活过得比较刻苦而忙碌 在大学四年 我不分日夜 忙着多方读书 到处听课 取取经由良师的启蒙 大量的阅读 能够含长更多的知识 开拓宽广的视野 我的积极相学 在毕业前夕 让系主任知道了 他很欣慰 写了两首诗 对我加以勉励 系主任这么说 阅读军书 须读军书易凯兰 胸中翻滚落奔泉 狼吟硬血风有远 起到今朝在眼前 赌穴如君致意成 他年致可入云城 双肩赴任新王泽 辉辱为言 俗以更 三十多年的时光过去 系主任退休了 我也离开台北多年了 也以为系主任是当代 生育学大师 加上逃离满天下 早就忘记了这件事 这一位学生 想不到在他撰写的论文集里 在学校大师开讲的 荣誉讲座演说中 甚至到海峡对岸讲学时 他都再三提起 让我好生惭愧 因为三十多年来 在世俗的名为中 我并没有显赫的成就 可以让人颂养 在学术的专研上 也没有黄黄巨著 可以千古流传 所以蒙说 他年致可入云城 蒙说 双肩赴任新王泽 真的只能感叹 风流已远 不堪回首了 但那大学四年 却让我品尝到 读书的乐趣 让我在往后许多重要的时刻 学会了沉淀 动荡不安的情绪 学会了选择 合乎时宜的前行道路 因而一路走来 虽然走得颠颠勃勃 也无怨无为 所以阅读颜值推这篇免学 看颜值推一开始 就像儿孙强调 读书的重要说 自古明王圣地 游戏群学 我仿乎再次听见 两千多年前 孔子的学生 游子 如此 语众新场地说 李之用 何为贵 先王之道 师为美 小大游之 意思是 李月的应用 是以追求人迹的和谐 为罪可贵 从古以来 在古圣先王 所传承的道理中 追求人迹和谐 这项说法 一直是 最为美好的生活目标 因此 无论是 在上位的帝王 或是在下位的百姓 都把追求人迹和谐 当作自己 必须不断努力 去追求的目标 因为 在颜值推的心里 好好读书这件事 就像 由子所认定的 何为贵一样 都是人生 不可轻忽的 重要课题 顺着一开始 简短地 强调读书的重要 到了文章的第二段 言之推 借由叙述 一般世代夫家庭 教育子弟的时间 教学的内容 以及子弟 受不受教 力不励志的差异 继一步告诉额孙说 行程日后 至于书图的关键因素 就在为人子弟的 懂不懂得 及早立志 花混读书 言之推这个说法 是正确而可信的 三十多年来 我天天都在抗眼而为师 也就是年龄 都在看着学生 入学 毕业 毕业入学 看多的学生的来来去去 也在多年以后 一再应邀参加 毕业学生举办的同学会 常常我会仔细倾听 这些学生 在毕业多年以后 再度回首前程时 会对同学 对老师 叙说哪些 会辅之言 很意外的 每次参加同学会 除了欢喜九北重逢 称赞事业有成 以及笑看彼此 增添白花以外 几乎都会听到学生说 要是当年在学校时 我能多用功一些 我就有机会如何如何 看他们在叙说 这些话语的时候 乙气固然多很洒脱 神情却有点感伤 这种历练加多 见世转生以后 所衍生出来的体悟和感触 就是言之推 以然觉知 并且拿来勉力而孙 希望他们及早立定之项 花混读书的原因 因为人生难买早知道 就以我的学生来说吧 其实内心会发出叹息的 有些还是当年很用功的学生 只是后来 在面对前途选择的时刻 由于意识的疏忽 就错失了良机 至于当年比较欠缺用功的学生 则是机会都在敲门了 自己却担心素养不足 以至于无奈地看着机会 闹了一圈 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毕竟先有开挖渠道的努力 才有水到渠成的可能 倘若没有下功夫 去用心学习 哪能培养出实力 开创出事工呢 到了文章的第三段 言之推的感触更深了 他认为 人活在世上 都应该找一项行业 好好去经营 无论自己所选择的行业 是世隆工商里的哪一项 只要好好去追求进步 都是弥足珍贵 让人尊敬的 因此言之推在这段文章里 特别详细地描摹 当代世代夫的堕落模样 并得出结论说 何其数年齐学 长寿一生愧入灾 言之推的优历 不是奇人优天 而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因为人如果不思长进 他就不会反视用心 从生活中去发现问题 找寻答案 当然也就无法动足机先 看出未来的趋势了 因而别说言之推 担心儿孙不上进 就连孔子碰到 不用心的学生 也会叹奇说 报时终日 无所用心 难以摘 意思是 整天吃饱饭 都不用心去思考 我对他也很难说什么了 又说 不曰如之何 如之何则 无莫如之何也遗疑 意思是 假如一个人 不经常问说 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啊 我对他也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孔子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叹 那是他心里明白 智慧的传承 不是光有贤娘 父兄 师长 就会有贤娘 子弟 学生 一定要学习者 主动去求知 才能够发挥效果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嗨